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玛雅 匈牙利和波兰可以相互信任 一位波兰最受尊敬的保守派思想家 欧洲保守党和改革派联合主席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活动上这样强调 周一晚上在城堡花园 利沙尔德·莱古特 以共产主义的记忆 与欧洲新分裂线为主题进行了演讲 亚盖普大学的波兰裔教授 因21世纪研究所邀请来布达佩斯 在他的演讲中 他谈到了西方总是试图指挥我们 但是现在中欧已经觉醒了 迄今为止 中东欧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如在这里生活的众多民众 以及文化成就和传统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欧盟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 而因西欧的无助 也许现在是我们的时代 近年来中欧的合作实现了复兴 总理府部长说道 波兰是匈牙利今天在欧盟最忠实的盟友 顾亚什·戈尔戈一强调 就像上个世纪一样 波兰和匈牙利现在也可以互相信任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 30年前在诸多国家中 匈牙利和波兰站在赢得中欧自由的前列 名为奥特瓦舍尤瑟夫演讲的系列活动 由21世纪研究所与匈牙利公民基金会 于2015年退出 政府针对5000人以下的定居点 发布了两项新的竞标项目 总额为100亿弗林的竞标款 将用于自治政府道路和人行道的翻新和建设 其目的是改善乡村的生活质量 位于北开市州的泰莱克盖伦大师的 家庭医生办公处的屋顶 经过全面的翻新 几个月后还将对社会公寓 公路和人行道进行翻新 1500人口的定居点 将在松亚里县村计划框架下 获得近1600万福林的资助 我们尽全力申请更多的竞标款 只有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才可以发展居住区 使得这里更依据和受人喜欢 当然我们也希望当地居民可以留在这里 政府现在公布了两项新的竞标 低于5000人口以下的定居点 可以获得共100亿福林的资助 用于公路 桥 人行道的建设或者翻新 通过本次公布的两项新的竞标项目 在松亚里县村计划的框架下 公布的竞标项目提高到五项 符合条件的城镇 在4月8日和5月8日之间 可以申请获得相关资助 今日开始可以报名旨在将戏剧文化 带入小居住点的德利内项目 希望在居住点表演戏剧节目 或想要在乡村演出 已有或上演的节目的社团 及艺术团都可以加入该项目 在国家剧院周一排练了 莫里茨·瑞格蒙德的 《命为炎热的田地》的作品 专事和演员人数 使该剧在松亚里任何剧院中都可以演出 我认为小新城镇也应当享受优质的演出 在与国家剧院实现多次的演出表演行程中 我们都觉得应该做更多 类似的表演很少在这些地方演出 但观众对此的需求非常大 从今日起通过网站可以报名参加德利内项目 社区中心和小新的剧院可以报名 以及那些游艺将自己的表演 带到不经常有机会访问剧院的地方的表演团 也可以报名 文化不仅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所有松亚里人都有权利参与到文化的各个领域 包括戏剧艺术 政府为此项目提供十亿福灵 目的是促进更多戏剧 剧院或者独立剧团报名 使得他们可以经常在小新城镇中做出演出 匈牙利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上升至9人 两名早先已被收治医院隔离的人确诊感染 鉴于当前形势 匈牙利实行了进一步的限制措施 全国医院和养老院等有住宿的社会机构发布了探访禁令 国家救护中心派出更多车辆协助处理所有疑似事件 在这里我们向匈牙利拘留的外国人 公布有关新冠病毒的重要信息 匈牙利卫生当局 请大家使用洗手液和含酒精的消毒液勤洗手 避免接触发烧的人 如感觉出现症状 或在过去几日从执行流行病防御措施的地区抵达匈牙利 请不要去公众场合 请您电话通知您的匈牙利医生 或拨打荧幕上显示的号码 要求懂英文的接线员 专家将接听您的电话 告知您所需要做的一切 重要的是不要恐慌 在匈牙利您将获得专家帮助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